第109集 想归想,但是沈青兰的出手却是丝毫不留情 每一次出手,集中的都是那些大汉的要害 每一次都能让大汉叫出声来 顾羊则是一边打一边叫唤 明明被打的人是那些大汉 他却叫得比那些挨打的人还要惨 沈青兰看了他一眼 眼神嫌弃 哎呀 顾羊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分贝高的,差点震破了沈青兰的耳膜 沈青兰手一抖 本来落在大汉小腹位置的一拳落空了 眼看着大汉的拳头都要挥到他的脸上了 沈青兰一个弯腰,再一个转身 就来到了大汉的背后 抬脚又是一踹 搞定了最后一个大汉 沈青兰才有时间去看顾羊 只见他坐在一个大汉的腰上 一拳一拳地揍着那个大汉 每一拳都落在了大汉的脸上 嘴里还念念有词 让你打小爷的脸 不知道打人不打脸吗 爷的脸这么精贵,被打坏了,你赔得起吗 我看你就是嫉妒小爷我的美貌 说,你是不是看小爷长得比你好看 所以才专门打我的脸的 又重重地朝大汉的脸上挥了一拳 让你打我的脸 下次再敢打我的脸 我就把你打成猪头 已经被打成猪头的某大汉无语 沈青兰默默地移开目光 轻轻叫了一声 顾羊 顾羊立马回身了 起身,颠颠地跑到沈青兰的身边 小嫂子 沈青兰看了一眼顾羊的脸 除了右脸颊上有一小块青肿以外 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伤痕 同情地看了一眼地上的猪头 沈青兰又看向了赵妍 赵妍还没有从难以言喻的疼痛中 回过神来 自己的手下就已经被放倒了 房间里也是一片狼藉 她的女人则是缩在角落里 不出声 沈青兰居高临下地看着赵妍 现在 沈青兰居多卡热 感谢观看 老大来了正好 这两个人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还没有等他出去 门口就有人进来了 沈青兰看过去 忽然就乐了 进来的还是个熟人 就是石峰身边那个阿南 阿南原本只是来和石峰巡视赌场一下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小弟说 赌场里有人闹事 赵妍和他手下都被打了 于是他就上来看看 结果看到的就是沈青兰 沈小姐 你怎么在这里啊 阿南问道 沈青兰对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一点也不意外 扫了照眼一眼 有人读书不经 输了却不承认 硬逼着别人签下所谓的欠条 所以 现在这里就是你看到这个样子 阿南一听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石峰就进来了 看见沈青兰 石峰同样很惊讶 在见到阿南的时候 沈青兰就想过会碰见石峰 没想到还真的遇见了 这是自从那次 承熙遇见后 他第一次跟石峰见面 上一次 石峰还不知道他的身份 现在知道了 他又会如何呢 石峰见到沈青兰的刹那间 脸色微变 却又立刻恢复了正常 看了看现场的状况 看着沈青兰 沉声问道 沈小姐 这是 他叫的是沈小姐 沈青兰眸光轻闪 没有说话 阿南见状 走到石峰的身边 将沈青兰刚才说的话 重复了一遍 赵妍此刻脸上 已经没有了喜意 他没想到 石峰竟然认识沈青兰 他忍着疼 站起身 解释道 老大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次 就是因为他们读书了 却不认证 所以 我才想将人留下他 石峰是谁 好歹 好歹 也是在道上 混了这么多年的 又岂是听了别人的三言两语 就轻易相信的 他没有相信沈青兰 也不相信赵妍 而是看向了 依旧疼得在地上打滚的那几个壮汉 你们说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给我说实话 不然 你们是知道我的手段的 壮汉们又本能地抖了抖 石峰能坐上石邦老大的位置 而且 一坐就是这么多年 手段 自然是不用说的 其中一个伤势较轻的壮汉 接受到赵妍的眼神 正要开口 阿南忽然出声 老大说了 必须说话 要是有隐瞒 后面的话 没有说 但是 壮汉也知道 这其中的意思 赵妍又看了他一眼 壮汉面上 闪过一抹犹豫 一咬牙 还是决定说实话 赵哥的弟弟之前 跟这两位有矛盾 被人教训了 赵哥知道后 就很生气 让人给这男的 设了一个套 使得他 输了好几千万 然后这个男的 就给这个女的打了个电话 女的来了之后 赵哥说 赵哥说 赵医学 巴拉巴拉 这个壮汉 犹如竹筒到豆子般 将事情的经过 说得清清楚楚 一些 就连沈青兰 都不知道的事情 都说了 老大 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壮汉说道 感受到 赵妍投在他身上 好似要杀人的视线 他本能地 往阿南的方向 靠近了一点 石峰脸上 看不出喜怒 看向赵妍的神情 也很平静 他说的都是真的 赵妍很想否认 但是这种事 不是他否认 就管用的 他的神色颓然 低下头 是 石峰抬起脚 就是狠狠地一踹 直接将赵妍 踢到了墙角边 重重地 撞在了墙上 赵妍被踢得 当即吐了血 顾妍看得心惊胆战 这个石峰的老大 好狠的心 对待自己手下 都这么狠 赵妍伸手 抹了抹嘴角的血迹 也不敢叫疼 也不是刚入行了 石峰的手段 他早就领教过 现在默默地受着 总比他事后算账得好 石峰看也不看赵妍一眼 而是看向沈青兰 这件事 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这样算了 回头我一定给沈小姐 一个满意的补偿 沈小姐 你看如何 石老大都发话了 这个面子 怎么着也该给 只是补偿就算了 只是希望 以后石老大 能约住好手下的人 再有第三次 我就不是这么 好说话的了 当然 以后他们要是 再来找沈小姐的麻烦 沈小姐就是 把他们活活打死了 我石峰也绝对没二话 不只是我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当然 那么 现在我跟我朋友 可以走了吗 石峰让出道来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沈青兰带着顾阳 在众人的注视下 走了出去 终于出来了 顾阳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刚才真是吓死了 就怕石峰一言不合 就拿他们开刀 小嫂子 您是怎么跟石峰认识的 顾阳好奇地看着沈青兰 沈青兰转眸 看着他 听过一句话吗 什么 好奇心 害死猫 顾阳无许 见沈青兰走远了 顾阳连忙跟上去 抛开刚才的问题 小嫂子 你的头子 怎么会玩得那么好 能不能教教我 明明没有什么花样的动作 但是 出来的结果 却让人不服不行 顾阳发现 沈青兰就像是一座深山 你越往深里走 越看不清 他的深浅 他的身上 好像存在很多秘密 永远看不透 顾阳 沈青兰停下脚步 叫了一声 顾阳下意识地 停了下来 怎么了 小嫂子 这次的事情 不会如实地告诉傅恒义 认真的口吻 没有一丝玩笑的意味 顾阳脸色一变 不要啊 小嫂子 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大哥 大哥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你忍心看着我 被大哥活活打死吗 你大哥 绝对不会打死你 却会好好地管教你 顾阳的母亲 是个外交官 常年在国外 自然也管不到这个儿子 顾阳虽然住在顾家 但是 这个姓子嘛 典型的顽固子弟 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 什么事情都敢惹 什么祸都敢闯 上一次是地下赛车 这一次是地下赌场 那么 再有下一次呢 既然顾阳最怕的人 是傅恒义 那么 将他交给傅恒义 才是最好的选择 顾阳跟在沈青兰的身后 如被双打过的茄子一般 小小子 能不能不要告诉大哥 我知道自己做错了 以后再也不会犯先童的错误 他知道自己行事太过于冲动 别人一击 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 沈青兰不为所动 走到自己的车旁上车 顾阳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坐了进去 你自己的车呢 沈青兰问道 我搭别人的车过来的 顾阳说 其实 他是开车过来的 但是 他还没有说服 沈青兰改变主意 自然不能就这么下去了 沈青兰也不管他 系好安全带 直接就走了 顾阳看着仪表盘上 不断上升的数字 脸色变了 不由想起来 上次沈青兰 带他体验赛车的快感 他脸色有点白 胃里似乎在翻腾 小小小 慢一点 顾阳终于忍不住开口 沈青兰问言 倒也没有再加快车速 而是缓缓地 将车子停在了路边 下去吧 顾阳二话不说 立刻下车 他敢保证 他要是敢在上车待着 沈青兰绝对会让他 再体验一次 赛车的快感 这样的体验 有过一次就够了 打死他 都不想再来第二次 撤青兰绝对会让他在内心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